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京城載有老軍頭傳出事 分析指習近平還要打臺灣 報導美國總統辯論 中共官媒刻意帶風向 普京表示 俄羅斯應該生產被禁止的導彈 曾為北京奧運裝修 深圳紅塘集團全聯停業 柳池專欄作家群開頭炮 要求民主黨換掉拜登 南韓公布影片 駁北韓導彈試射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9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麗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節目開始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經歷 能夠給大家一些看法 兩個月前 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 希望之聲TV的廣告 決定給他高血糖的太太 史氏三高代謝寶 接下來我們聽聽李先生是怎麼說 因為過幾月兩個月前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沒有吃藥的 後來見廣告 這個YouTube 你看這個 什麼 希望之聲 見到 所以我來買回來給他吃 他吃之後比較重量 吃了12 吃了一個月 他現在落到6.4 所以她要繼續買給他吃 聽到這一段話令人覺得很高興 短短一個月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下來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給大家一些鼓勵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在這裡維高血糖煩惱 我們可以試試李先生的方法 或者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後提醒大家 無論使用任何的食療保健品 最好先問問醫生 確保安全和效果 好了 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節目 6月29日 傳出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中共67歲的少將耿療員在家自決 這件事發生在中共軍隊高層震盪的背景下 最近中共黨魁習近平 一天內同時處置了兩隻軍府 魏鳳和和李尚福 不過有分析指 習近平入侵台灣的決心不變 至於共軍高層 還會有巨虎落馬 網傳最新消息說 連中共總參政治部主任耿療員少將 6月27日晚上8點 在家自毅身亡 公開消息顯示 耿療員生於1954年 在2010年至2014年 任總參政治部主任 奇怪的是 全網都找不到一張耿療員的照片 如果消息屬實 從時間上看 6月27日白天 中共政治局宣布 將兩任全國防部長 李尚福和魏鳳和開除黨籍 移送司法 當晚耿療員就出事 外界議論說 軍方新一輪政治大清洗開始了 可能會越演越烈 直到蛙變成功 坊間猜測中共軍隊大整肅 和軍頭蛙變有關 部分原因是中共比例上幅 和魏鳳和兩人的罪名 除了背棄初心 喪失黨性原則等 常見的陳字難調之外 外界注意到 魏鳳和有一條前所未有的四字評語 是忠誠失節 網民議論 魏鳳和究竟是否沒有能對 習近平首節 還是沒有對中共首節 例如有人說 忠誠失節 這四個節最為精妙 寡人對你們這麼好 你們卻如此對寡家 失節是判變了? 軍人失節無非逃跑 投降 通敵 叛變 賣國 具體到哪裡? 真的不敢想 去年10月 美國空軍大學 下屬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 曾發布了一份內容龐大的 中共火箭軍報告書 詳細曝光火箭軍內部情報 現在魏鳳和被指 忠誠失節 令人回憶起共軍高層 和前外長秦剛 將機密賣給美國的傳聞 社媒上有人議論說 原先習近平日日叫打台灣 現在一下子被揭了腦底 不敢叫了 假如真的打了起來 比俄羅斯打烏克蘭更慘? 不過 旅居美國的全中共海軍司令部 丹茂姚誠對自由亞洲說 習近平為未來連任 以及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仍然必定進攻台灣 時間點可能是2025年到2027年間 7月三中全會 會從武統台灣的角度 調整中共中央軍委 姚誠說 三中全會 就是完成對台灣武統作戰的指揮系統的配置 2027年是二十一大 習近平要連任 他不打台灣 面臨中共內部的壓力就很大 姚誠還分析說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危險了 20屆三中全會在軍事上 要有重大部署 一個就是中央軍委要調整 明顯的是劍指張又俠 因為李尚福是向張又俠行賄 三中全會最少的是讓張又俠下來 剝奪他的軍權 這個已經是最輕的 現在軍隊各個軍種 戰區、兵種 尤其是裝備部門 現在一個個都睡不著覺 特別是和張又俠有關係的這些人 也都睡不著 當地時間6月27日晚 是美國總統大選 首場候選人電視辯論 拜登和特朗普爭論的議題之一 是美國對華政策 中共官媒在報導中刪除了這一部分 並刻意引導中國的輿論方向 美國彭博社認為 拜登和特朗普都對北京表現出強硬態度 譬如談到要加大對中國的關稅 來吸引希望保護美國就業的選民 在主持人民到美國約密濫用危機時 特朗普這麼批評北京 正在殺死我們這個國家 中共幾大官媒在報導中 對中國議題都隻字不提 並用極端的延遲形容這場電視辯論 例如新華網聲稱總統候選人之間的政策辯論 是口水漲 說拜登和特朗普 延遲激烈 情緒激動 甚至進行人身攻擊 中國一位年輕的網友李先生 告訴自由亞洲 他翻牆看了總統大選辯論 認為中共官媒是大風向 低位多黨競選制度 李先生說 即使是官媒所說的特朗普和拜登的互相揭斷 和純槍斜劍 在我們中國何時出現過 中國的領導人 都是通過中國人大的舉手機器 同意出來的 所以我們嚮往看到這種真實的辯論 了解這些候選人 面對各種真實議題的策略和能力 然後投出自己的一票 不知道我們何時才能夠有這樣的投票自由 李先生說 你各領導人是現場辯論 習近平是獨秘書寫的稿 這個背後是兩種不同的民主和專制制度 或者今天被洗腦的中國網友 沒辦法意識到這一點 但看得多了總會明白其中的差別 在波蘭的中國留學生 利斯博特也說 在海外也經常遇到小粉紅 他們和中國網友一樣 都不理解民主國家 利斯博特說 希望中國人看總統辯論多一些 也能多一些思考 慢慢覺醒成 不做奴才做公民的人 發生6月28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 俄羅斯應該開始生產 短程和中程導彈 這些是先前俄羅斯和美國簽訂的武器協議 禁止生產的導彈 但現在武器協議已經失效 普京指的是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導彈 冷戰時期簽訂的中程核彈條約 禁止生產這些導彈 不過美國以俄羅斯沒有專手條例為由 於2019年退出了這一項條約 俄羅斯政府當時表示 如果美國不再可攻擊俄羅斯的範圍內部署導彈 俄國營運將專手條約中的停產約定 普京6月28日 發表對安全首長的電視演講表示 美國已經在丹麥染份中使用了這樣的導彈 普京說 我們需要對此做出反應 我們需要開始生產這些攻擊系統 再決定部署在哪裡 以確保我們的安全 美俄在冷戰時期簽訂了多項武器協議 為限制核武軍備競賽 但這些武器協議 近年來陸續失效或者被終止 俄羅斯去年停止新戰略武器的裁減條約 這是美俄間最後一項核武條約 中國房地產崩盤導致經濟下行 眾多企業倒閉 其中成立了近40年的中國裝飾業龍頭 深圳紅塘集團已經自6月20日起 全面停產停業全員代廣 紅塘集團成立於1985年 層城奧運會大運會 細博會等場館的裝修 及北京人民大會堂演會廳 上海大劇院等的裝飾 可見背景非同一般 紅塘集團上個星期被員工發通知表示 公司無力籌集經營所需資金 又沒有外部資金注入 全面停產停業 因此決定在職員工全部代廣 代廣期間工資每月2500元 但需扣除搞納的社保和公積金 從事裝修工程的東莞商人 毅圖6月28日對自由亞洲表示 很多裝修公司和建材企業已經倒閉 做家裝行業的 一旦接不到訂單馬上就玩完 因為公司需要租很大的場地 辦公樓就要租幾層 運作費用很高 而且應該收的仗收不回來 很多政府的項目被賴帳 地方政府都沒有錢 現在一些小公司 還能勉強生存 大公司就不行 時事評論人士陸沈雲說 行徒集團面臨的困境 在中國有代表性 表明房地產行業的前景暗淡 業務量下降 再加上銀行往往對民營企業 和各企的待遇差別 這個對民技的負擔更是雪上加霜 這個導致了很多企業的破產 建築行業的上下游 將有大量企業面臨破產局面 資料顯示 紅塘集團於2009年 在深交所上市 2018年 嚴謀擴展至職業教育行業後 集團規模淨利用虧損4億元 2019年 短暫營利後 2020年至2023年 連續4年虧損 每年虧損的規模在2億元至14億元 6月18日 紅塘集團在深圳交易所的股票價格低至0.56元 基本宣告紅塘股票將退出A股市場 美國總統拜登 6月27日 在首場辯論中的表現 令民主黨選情陷入危機 6月28日 紐約時報多位專欄作家 要求民主黨換下拜登 外媒評論 拜登在辯論前半場 聲音沙啞 幾次忘詞 或失去思路 無法清楚簡述自己的施政藍圖 CNN在辯論後進行的快速文調顯示 多數觀眾認為特朗普明顯擊敗了拜登 新聞網站政治家說 拜登被擊敗了 民主黨人看到他的表現 都嚇壞了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 佛里曼 克魯曼 和紀斯道等 都要求民主黨換下拜登 外界認為 雖然紐約時報向來支持民主黨 但以提取向多元 很少見到專欄作家群 一面到支持單一話題的現象 這些開頭炮要求換下拜登的專欄作家 資深新聞記者佛里曼 表示 這一輩子看了這麼多場總統選舉 都沒有像這一次這麼令人這麼心碎 這一次令到他掉眼淚 佛里曼說 拜登是好人 也是好總統 但是他必須退選 而且根本不應該競選連任 佛里曼呼籲拜登家族 和團體盡快開會 討論解決方案 現在是讓拜登有尊嚴感完成任期的時候 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克路曼寫道 拜登是最好的總統 但現在他必須自願退選 要認清現實 國際關係專家 紀斯道希望拜登回顧自己的辯論表現 退出選舉 讓8月召開的民主黨 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新人選 另一方面 特朗普陣營宣布辯論勝利 特朗普在Force News訪問中說 相信民主黨仍然會提名拜登 南韓日前表示 北韓6月26日的多彈頭 彈道導彈試射已失敗告終 但北韓堅持說試射取得成功 於是 南韓6月28日干脆發布影片 直擊導彈飛行現場 堅持稱北韓試射失敗 綜合外媒報導 北韓6月26日向半島東部海域發多彈頭 射彈道導彈 當日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這次試射沒有成功 6月27日北韓官媒潮中射在對外宣稱 前一天的彈道導彈試射除得成功 驗證攜帶多枚彈頭精準打擊不同目標的能力 就此南韓6月28日發布一段影片《打練北韓》 南韓發聲明表示 南韓前線部隊用熱誠好像觀察裝置 拍攝的影片顯示 一個飛行物體在上升階段 規則的飛行路徑失控旋轉 最後解體 軍方評估是飛行過程中的不穩定 導致導彈爆炸 南韓並質疑 北韓聲稱成功是為了掩蓋失敗而欺騙和誇大 南韓軍方也提到 如估計北韓未來會再次試射同款導彈 因此會堅持監測 這期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請詞 我們下次來 請點讚 我們下次討論 去這邊 請問 請